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建筑构建上独具匠心 这是南越国我们出土的另外一种 熊式的空心砖的塔堕 它的造型也是有变化的 与现代造型相差无几的水管 地漏 水闸 南越王国将海水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一个井水符合现代饮用水标准 也就是说这是两千年前的矿泉水 本期考古公开课 邀请到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全红 南越王国务院研究员李造新 带领我们寻找南越王宫 中文字幕——外国务院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 现场的六位学员 欢迎大家来到考古公开课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广州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今天的广州是一个 繁华热闹的国际化的大都市 但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 非常的悠久 它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是广州的考古工作者 留下的广州地下地层的关键柱 厚厚的地层表明 这座城市所经历的 两千多年的时光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就在这个地层之下 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一处 巨大的宫殿的机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 他又会向我们讲述 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神秘的南越王国 请看大屏幕 在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中 广州极其特殊 从南越王博物院里 留存的这段考古地层 关键柱上 我们能看到 从距离现在地表 大约六米的底层开始 自下而上 分别有秦 南越 汉 晋 南朝 隋 唐 南汉国 宋 元 明 清 以及宁国 等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 从秦代史建的藩鱼城 一直到今天的广东省 在长达2000多年的城市发展中 广州的城市中心位置 始终没有变化 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非常罕见 而这个奇迹的起点 是一座岭南宫殿 西汉南越王宫 南越王宫为第一代南越王赵陀所建 赵陀原为秦始皇麾下的一员永将 公元前219年 他奉命南征 公元前214年 岭南地区正式纳入秦朝版图 赵陀先后担任龙川县令南海巨位 秦朝灭亡后 赵陀兼并桂陵郡 向骏 并于公元前203年 正式建立南越国 定都藩鱼 及今天的广州 2000多年后 南越王宫重现于世 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新知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位主讲人 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全红老师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欢迎全老师 你好 欢迎您 来 有请 全老师全程参与了南越王宫的发掘和后续的研究工作 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从总体上您研究的成果来看 那么这个南越国赵陀 他和这个秦汉之间的这个关系大概是怎样呢 赵陀是河北正定人 现在就石家庄正定 他跟赵子龙是老乡 对 就是老乡 是残杀 然后他当时叫做真定 他是秦始皇的一个将领 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当中 他就随着大部队南下 首先他是秦始用为农川令 先是一个县令 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大 职位也不是很高 到了诸侯叛秦 就是承胜吴广起义的时候 他就以南海北的身份 掌握了军权了 就疾病桂林向郡 就把秦在岭南地区建立的三个郡 都合在一起了 他就建立了这个南越国 等到刘邦称帝当了皇帝之后 就派使者到岭南来封他为南越王 整个的这段南越的历史 享国有多少年呢 总共93年 传了五代 五代 对 这个赵陀是第一代 然后史书记载有第二代 第三代 第五代 到了公元前111年 就是汉武帝元顶六年 就再次发兵 就把南越国灭了 灭了之后 就整个岭南地区 又重新纳入汉帝国的版图里头去 而且赵陀也很有趣 他的整个王国享国只有 大概90多年 93年 赵陀一个人就做了67年 从秦末 就是楚汉战争的时候 就这个刘邦建汉朝 汉帝国 一直到汉武帝 建元四年 他才去世 赵陀这个 从河北走出的一条 这个燕赵汉子 确实建立了不适的功勋 那我们刚才短片里也听到了说 当时赵陀建立南越王朝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番渝 今天的广州还是有番渝区的 对 这个番渝在之前 就秦统一岭南之前 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能看到 从新时期时代晚期 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都有比较零散的人类的活动 但是基本上是个荒野之地 南越国 它就是秦汉帝国 在南疆 就是统治南疆开发的一个 真实的历史写照 它接受汉王朝的册封 它是汉朝的一个 藩国蜀国 藩国蜀国 对 用现在的话就是蜀国 就是个附蜀国 为整个岭南地区 后来两千多年的发展 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全老师讲述的这些 让我们对这个王国 对创建这个王国的 第一代南越王 兆陀充满了好奇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王国 而我们的考古学家 又有什么样新的发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和舞台 留给全老师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全老师 有请 南越国的考古 实际上有比较早历史 在清光绪 在广州修这个广九铁路 就是广州到香港九龙的这条铁路 在广州一个叫做东山 归港的地方 就发现了南越的陶器 陶片 上面有很多文字 也有万岁瓦当 当时的金石学家就考证 这个就是南越国的文物 1983年 就是发现了很著名的 在考古界是轰动一时的 南越王墓 就对整个岭南地区 对南越国的研究 就推上了一个台阶 那么到了1995年 又发现了南越王宫 这个南越国 在汉代的诸侯国里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从考古的角度来讲 他既发现了王墓 也发现了王宫 南越王宫 这个考古发掘的 也都是非常偶然的 是配合基建来发掘 首先发现了一个个井圈 像水井一样 这是当时基建的一个 叫做庄井 它是人工挖了这些井之后 再浇灌这个水里混凝土 然后把周边的土去掉 我们的考古发掘 就在这些庄井之间的空隙 来进行发掘 那个空间也就只有 一米多大 那当时发掘的时候 考古队的人 在旁边一直发掘着 由上往下挖 那么施工的工作人员 就在这个庄井里头挖 他们的进度比我们还要快 就是最先就挖出万岁瓦大来 万岁瓦大我们就已经意识到 这个遗址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跟南越国的宫殿 建筑构建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接着又往下挖的时候 就露出了用石板 铺器的这种地面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瓷器的 冰裂纹量 不规则的这么铺在地面上 后来经过发掘 它实际上是一个漏斗形的 是个室壁 是斜壁 底下是个平底的铺满了核卵石 这个室壁是这么一个大的水池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是个水池呢 因为在考古发掘过程当中 它贴近底的时候 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水向堆积 就是一种灰黑的 一击的这种泥层 所以我们就推断 这个应该是个水池 我们在四周围 在进行考古发掘 也发现了一些木座的这种水管 这种水渠 它是一个有水来流动 进出的这么一种结构 所以我们首先推断 这个应该就是个水池 但是当时发掘的时候 对这个水池的功能 也不是很了解 1995年的考古发掘 只发掘了400平方米 后来经过转探 直到这个大水池 可能有4000平方米 那么这个水池 在石壁上 还有更重要的发现 这个是一个帆子 斗大的帆子 有那么三四十公分 那么大 那这个帆子就是帆鱼 后来在发掘的时候 发掘了一个水井 水井里面出土的这木检 有帆池两个字 那么这个水池 可能在当时就叫做帆池 那么我们对这个 发掘的这个水池 跟出土的这些建筑构建 万岁瓦当 这么高规格的规则 就可以推断 这个就应该是南岳王宫的一部分 但是它究竟是个什么呢 过了两年 我们在这个水池的南边 1997年 又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 那么就挖出了一条 弯弯曲曲 用石块来垒住的这么一个石渠 从北边南下 北边有一条水引过来 从那个大水池引过来 弯弯曲曲地由东往西流去 有一百八十多米 考古学家就根据它的形状 按照考古学命名的方法 就把它叫做曲流石渠 它的倾斜度有15度 那么它当时的流水是不急不慢 那么古人对中国园林水井 是非常有讲究的 它就在这个池底下 在小石头之间 还放置一些大块的石头 大家看到没有 有点呈知识形的有变化的 产生了一种动态的感觉 然后水的流动起来之后 这种波光淋漓 就有一种活水的感觉 水池里面有几根柱子 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池子的顶上 它是有屋顶的 在池底就发现了大量的万岁瓦当 那么就可以推测 这个水池上面是有一个水泻 就是当时的人可以站在这个水池顶上 可以观赏下面的水的景色 跟一些鱼 鱿鱼 鱿虾之类的景象 我们下面给大家播放一段 我在南岳王博物院王宫展区遗址现场 介绍这个驱留石区的一个片段 这个位置就是驱留石区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就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池子 是一个圆形的 像一个弯月一样 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弯月石池 就是像半个月亮一样 一个石头垒住起来的一个池子 那么这个池子 它是在整条一百多米长的这个驱留石区 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你看从这里大家能看得到 这里有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斜坡 这个水有北边的大水池 引到这条渠里面来 来到这里之后 它就哗的一下子很陡 一下子就冲进这个大水池里面去 大家能看到这个池底下 本来都铺满了这个和卵石的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 你看这边全部都冲刷的 从这里也能很明显地看到 这个被水冲刷的这个和卵石的 这个迹象就能看到它冲下来 那么这个水进到这里来之后 它就蓄满了这个水池 蓄满了水池 它按照水的原理的没有动力 水满了之后就自然产生一种压力 这个压力就从这边涌上去 就靠这个水池蓄满了水的这个动力 把水推上去这个斜坡 然后弯弯曲曲地再流到溪面 这样的话它这个渠杯 就可以把水陷在一定的水位 这个保持着这条渠一直都有一定的水位 这不至于这个水流干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个杯 它是设计成弧形的 如果前方来的水 水是大一点的话 它是可以翻过这个渠杯 就往上 往前面流 这样的话就这渠里面 它就产生了一种效果 后浪 推前浪 前波 样后波 那么在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 波光淋淋的 就是这水这么一种景象 这个水就是一种活水 那么这个七楼石渠 跟这个大水池就构成了一个 南越国在都城里面的一个人工园林水井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掘 那么1995年发掘了水池 当年就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7年挖出了这个驱留石渠 又获得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一个遗址那么短时间内 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也足以体现出来这个遗址的重要性 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南越国的御花园 那么到底这个宫殿在哪里呢 我们在下一节再给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选老师 谢谢 就光是这条渠水 就让人能够遥想到当年这个 南越王宫里边的这种繁华富足 您说当年赵佗站在这个地方 看着这条渠 会不会想起他家乡 正定附近的这条湖陀河呢 会不会勾起他的思乡之情 有这个可能 刚才我们这个图上面就是显示 这个驱留石渠 它是弯弯曲曲的 也有学者 他说这个弯弯曲曲的 是有点像黄河反过来 就是一个极致型的 他说是不是这个有点是象征着黄河呢 想起他的家乡 就说他念念不忘这个中原华夏 好 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话题 想和老师交流的 来 有请 老师您好 我对您刚刚提到的万岁瓦当特别好奇 因为我看有很多南越王的展览 都用了这块瓦当 那这块瓦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而且这个万岁还特别的可爱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万岁瓦当 我们现在的概念里头就是万岁 就是皇帝才能称万岁 是吧 但是在秦汉的时候 还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比较大的场合 就是欢呼的时候 也是万 也可以叫万岁 实际上就是一种吉祥语 就是这个意识着这个天长地久 我们南越国除了广州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广西的贵港 也发现这种瓦当 但是它的写法不一样 它的风格还是非常多样非常丰富的 当时您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 您是多大年纪呢 三十多岁吧 三十多岁 如今三十年 三十多年 三十年过去了 对 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当时这个感受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样 就是在考古工地不可轻言放弃 我们在七四七五年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秦造船遗址 那么现在这个考古 这个施工的地块 就在造船遗址的东北部 当时给我的任务 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秦的造船遗址 那么我们考古队就进驻了 当时我是考古队队长 然后在西南角很快就已经挖到生土 就是已经是到了自然的三岗土了 就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 那我们考古队就已经可以撤了 但是我们没有马上走 我们过几天 我们又回到这个工地去 它在东北 就是这个工地的东北部 就发现不对了 土质土色颜色不对 就不是黄色的三岗土 而是灰黑色的泥土 那就很明显 那是有遗址 考古队又回来了 又留下来了 就有刚才我说的 在一列一列的庄景之间 来进行考古发掘 最后万水瓦档出来了 整个水池的一个角也挖出来了 过几年就把这个驱留石渠也发掘了 那么这两个遗址 刚才都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 都在原子保留下来 那么驱留石渠还是我们南岳王博物院 王宫展区展示的一个部分 我们听了全老师的解读 其实也能够想见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考古学所取得的 每一个成就的背后 是多少考古人的艰辛 甚至是他们的一生 真的是值得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 来 谢谢 谢谢我们把掌声 宗永全老师 感谢您 好 请您收拾 休息 接下来我们探讨下一个话题 那就是公院的遗址都发现了 到底这个南岳王宫在哪里呢 让我们有请出本期节目的 另外一位主讲人 欢迎南岳王博物院研究员李造新老师 欢迎李老师 您好 李老师 欢迎您 你好 李老师 欢迎您 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把人家后花园都挖出来了 那人家这房子 肯定就在这后花园附近吧 没错 应该就是在 这个玉花园的西侧附近 什么根据呢 1995年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玉花园的大水池 到了96年的时候呢 施工方又提出来 要在水池的西边进行一个发掘 如果发现重要文物的话 他们就在那里建房子 结果我们在那里呢 又发现了一个南岳国非常精美的石水的砖井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这个井里面呢 有大量的这种被火烧过的砖瓦木石 这是建筑构建 从西边倒过来 那我们就推测西边附近肯定有一组很大的这种建筑 要不然它没有这么多的建筑的废弃的堆积倒过来 所以我们怀疑当时南岳国的这个宫殿 很可能就是在我们西边的儿童公园 北京路一带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李老师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这个南岳王的王宫整个发现的过程 我们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谢谢 有请李老师 1983年我们发现这个南岳王墓的时候啊 在一些陶器上面 它就戳印有长乐宫器的这种敏纹 那我们由此可以知道 当时南岳国的宫殿的名称 那南岳国的宫殿区到底在哪里呢 1995年发现的这个石水池 还有1997年发现的这个渠流石渠 它的西边这一块区域 应该就是当时南岳国的这个宫殿区 而且我们还结合发掘这个 汉长安城的这个魏阳宫和贵宫这个遗址的时候 他们得出一个规律 凡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宫殿的旁边 都有一口比较精美的水井 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测 这个96年发现的那个水井的西边 很可能就有一组非常重要的南岳国宫殿 市政府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呢 觉得我们这个推测非常合理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 他就建议我们呢 在西边儿童公园这块区域进行试掘 那要在广州市区里面做考古发掘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遇到第一个难题 就是因为我们广州是一个具有20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 它地底下的文化城堆积非常之厚 普遍都有四五米 这个深度才能够挖到秦汉时期的这个遗址的地面 那这个遗址如果垂直往上发掘的话 还遇到第二个问题 广州市的地下水位非常之高 普遍我们往下发掘大概两米到两米五左右 地下就会涌起大量的这种地下水 下了一场大雨 通常都会把这个我们观光发掘出来 或者刮干净的这个遗址地面 还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遗址现象 就已经是被淋得一塌糊涂 根本就看不清楚是什么遗迹 由此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要进行发掘的话 我们要先搭一个小型的一个 简易的一个遮阳的大棚 为了发掘的安全 当时我们每发掘往下挖一米 我们又放一个宽大概0.5米的这个坡 大家能看到这个探方边上 它是有一个台积下来的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 我们往下挖的时候 这个探方发生这个塌方 另外我们还是尽量利用一些晚期的 比如说明清时候的一些水井 用它来作为固定来抽取这个地下水 把这个地下水位往下降 那这个绿色的这个管道 其实就是我们抽取地下水的 这个排水的一个管道 保持我们整个探方的这个干爽 大概发掘到三米的深度 我们就发现了一组 比较大型的建筑的赏墩的遗迹 白色的那个就是一组大概是在五代十国时候的一个大型的建筑的赏墩 我们很担心 比它早的唐汉南越国时候的建筑遗迹可能都被它破坏掉了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往下发掘 结果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距离地表大概有四米深的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了一组大型的这个建筑的台积和这个陕水 这个陕水也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陕水呢其实是古代建筑 它四周它要住的一个斜坡状的这么一个建筑的设施 它是用来承接从屋顶上面滴下来的雨水 然后尽快地把它排到外面去 然后陕水的内侧红色的那块区域 是它的房子里面建筑的台积 它是用那种砖来包气的 陕水呢它是内侧用长方砖或者是发纹砖来铺气的 边长都有70x70厘米 非常精美的发纹 尤其我们推测这个宫殿它的级别非常高 刚好是跌在汉代的一个地层的下面 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南越国的一号宫殿 最后我们通过发掘确证这个南越国的一号宫殿 它的面积大概是有将近500平方 结果我们往南扩大发掘的时候 在距离这个一号宫殿大概20米的地方 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组的宫殿 大家看一下 这组宫殿呢 它的结构 它的气法 包括它的用砖 跟一号宫殿 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陕水的上面 还有一层砖瓦的倒塌的堆积 我们就怀疑 这层堆积很可能就是 《史记汉书》里面讲 公元前的111年 汉武帝派兵攻灭南越的时候 汉兵就纵火烧攀鱼城 这一个倒塌的堆积 我们就怀疑 大家看一下这个 有红烧土 有砖有瓦的这个堆积 应该就是当时汉军纵火烧成 城里面的宫殿 倒塌下来形成了一个堆积 所以我们当时 马上就改变发掘的方法 就改用手铲 用竹签 慢慢地来踢 慢慢地来挑 结果呢 我们在那个二号宫殿的散水上面 我们真的发现 一个陶片上面 戳印有三个字 滑阴功 滑下的滑 阴是声音的阴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宫殿 二号宫殿 很可能它的名字就叫滑阴功 但是我们查遍了所有的文献 都没有关于滑阴功的记载 那这个宫殿 很可能就是 南岳王兆陀自己命名的一个宫殿 为什么叫命名叫滑阴功呢 它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推测 刘邦平定中原之后 马上就派这个大夫 陆鼓希望能够 劝服这个兆陀 归附汉朝 实际里面还说 他对这个陆鼓说 月中无足以语 假生智 令我日文所未闻 就是说 我在岭南这个地方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 跟我能说上话 只有你来了之后 让我每一天能听到 很多我在听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当时陆鼓到底跟他讲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但是我们不妨推测一下 赵佗他是河北的真定人 是吧 然后他从秦始皇 平定领栏的时候派他来 估计以后就很少 有机会能够再回到自己的老家 见到自己的乡亲父老 那他赵佗 是不是就是为了 祭练他跟陆鼓这次 畅谈那么开心的 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基建 把他当时在一起宴会的 会见的这一个也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二号宫殿 命名为华音宫 意思就是说在这里能够听到华萨的声音 我是这么一个推测的 那南越国的这个一号宫殿 因为它是保存的状况不是很完好 二号宫殿呢 因为它西边也是紧靠着这个北京墓的历史街区 也是属于文物 所以我们对这个宫殿也没办法知道 它到底整个宫殿是怎么布局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一些考古出土的 比如说一些砖 瓦 就是构建来推测当时王宫它的规模 这个是我们南越国发现的 号称第二大的这种印花的铺地砖 它的边长是七十厘米 乘七十厘米 厚大概有十二厘米 一块砖它的重量就有两百斤 大家想想你们家里面平常装修的砖 有多重呢 即使是一米乘一米的大砖 估计也就是十来二十斤重 但是古代南越国的这个砖 一块砖就重两百斤 而且表面还磨印了非常精美的 一些菱形 几何纹的这种图案 可以想象当时它的宫殿 是非常的这种华丽和精美的 另外我们再看南越国 还有一种更大的砖 我们号称为第一大砖 整块砖的边长是九十五厘米 乘以九十五厘米 厚是十五厘米 每一块砖重三百斤 它为什么要烧这么大的砖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故事 可以得以了解 刘邦建立了这个汉朝之后 马上就命这个萧河来建他的魏阳宫 结果这个刘邦回来 打完仗回来之后看到这个魏阳宫 这么高大 崇伟 他马上就批评这个萧河 你为什么建这么大高大的宫殿 结果萧河怎么说呢 他说天子四海为家 非壮丽无以众威 也就是说要体现皇帝的这种至高无上 体现皇帝的这种尊严和权威 你的建筑必须要高大 必须要雄伟 所以我们看南岳国为什么要烧这么大的砖 他其实无非也就是表现 他作为南岳王的这种权威和这种至高无上 那我们再看 这是南岳国我们出土的另外一种 雄式的空心砖的他舵 其实类似我们今天上楼梯的那种梯级 古代这种叫布阶 比较高身份的 这个空心砖 它的两边 它是用雄来做装饰的 而且这个雄 它的造型也是有变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一件 它是四个角 按在地上 好像是一种被驯服的那种 很乖巧的那种形象 另外还有一件 它下面的角是按在地上 前脚是举起来 想要搏斗 扑斗的这种造型 那南岳国他为什么喜欢 用这种雄来做装饰呢 我想在古代来说 雄和皮都是一种猛兽 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在古代常常用雄来比喻勇士 比喻雄师敬鱼 比如说我们汉武帝里面的上林院 它就有色雄管 就表示汉武帝的这种才能 所以南岳国他用这种雄 是来做它的空心砖装饰 它是有它这种寓意在里面的 那我们通过这几十年的 这个城市的考古的发现 我们发现南岳国的这个都城 它的工程的范围很小 只有0.4平方公里 跟汉长安城36平方公里相比 要小得多 但是南岳国的工程 发现它也有外国城 也有工程 它的形制 它的布局 它的建筑用材 还有甚至宫殿的命名 它都是仿效汉长安 仿效这个汉中央王朝的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了 我们从秦汉时候 多民族国家统一 在岭南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 也谢谢大家 好 谢谢李老师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两头熊好不好 真的是很难想象 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工匠 有如此之高的建造的工艺 而且这么精彩的 这个雕塑的水平 这完全不亚于 今天的任何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 放在今天也是会打动你的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出土了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动物的形状 或者图案吗 能跟我们看看 南岳王宫里面 出土的这种动物形象 就非常少 目前我们发现 除了像这种熊的之外 就还有一些鱼 但相反 我们在南岳王墓里面 跟这种动物相关的 这种文物就非常之多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左边 这个是铜烤炉 这个烤炉 它侧面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铺手的 那个垂下来的 它其实是一个 销的形象 就是一个猫头鹰的 这种形象 还有它的四个角 它是个乳猪的形象 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 这个铜烤炉 很可能是用来烤 广州的一道名菜 叫烤乳猪 旁边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个蛇的一些形象 蛇 蛇 它是一个屏风的 那个蛇的一些形象 插屏风的 那个拐角的地方 就是在屏风上面的 那个座 对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在屏风的顶上面 两侧 它各立了一个 这种 我们叫猪雀的 这种形象 这个猪雀呢 它是展示 怎么要飞的样子 而且它底下就立了一个 方形的一个座 这个座的四边呢 都有一种 向上的这种火焰纹做装饰 那我们南越国呢 它刚好是位于这个 汉朝的南边 南江 气候比较炎热 太阳呢经常是照射 那它把这种猪雀 作为它的这种装饰 是不是就是 把它比喻成这种太阳了 希望太阳赐予它这种力量 像火焰这种 积极向上的 生生不息的 这种意义在里面 好 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话题 想和老师交流的 来 有请 老师好 请问南越王宫的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了吗 未来还有 继续发掘的计划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南越王宫呢 从这个1995年发掘 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发掘的面积 大概有15000平方米了 大量的这种考古 这种文物 在不断地在 做考古资料的整理 到了2009年以后呢 我们就在依托这个遗址 建了一个叫 南越王宫博物馆 到2021年的时候呢 这个博物馆 就跟南越王宫 合并成南越王博物院 周边呢 可以有发掘的区域 其实已经基本上 都可以发掘过了 最主要是周边 还有一些民居大厦 基本上已经不具备 再做大规模考古 发掘的这种条件 所以我们以后的 估计还是主要 以考古的室内的整理 资料的这个报告的出版 这块的研究为主 后续就是要做 更严谨的科研的工作 没错 没错 我们刚才在看到 李老师展示的这个 考古发掘现场的图片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广州这个大雨 南方的天气 给你们的发掘工作 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看到处一片泥泞 是 是 是 你有没有想过 南越王宫在修建的时候 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的这个排水 是怎么解决的 是 既是古人也是 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知道呢 这个先秦时候 有一个道法家的一个专著 叫管子的 他就提出啊 要建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旋址 必须是依山傍水的 当时都城攀渝的这个位置 它是靠近这个珠江 北面呢 它是背靠这个月秀山 所以它的地形位置 是非常之优越的 绝佳的地理位置 这个悬址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南越王宫的 考古发掘当中 出土了一些 有意思的文物 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 这个很好猜 而且好像看着跟 跟我们今天大街上 能看到的一样 刺情丧食的那种感觉 对 似曾想 但是这是两千多年前的 我看大家频频点头 最右边这个 这不就是下水道的井盖吗 对 这个主持人说得非常对 我们看是第一件 它是一个方形的淘水管 这个淘水管呢 它的底薪非常大 大概有将近一米二的长度 而且它左边呢 是一个张开的一个母口 右边呢 是一个斜收的这么一个纸口 它其实就是为了方便 它排水的时候 一节一节 套在一起 这样来排水的 第二个呢 稍微小一点 它是圆形的 其实也是地上的排水管道 套接在一起 然后用来地上排水的 第三个呢 跟我们今天在马路上面 看到的那种市政地漏 是一模一样的 诗人经过两千年这个发展 古人证明好用的 继续用下来 而且传承下来两千年 它可能只是在材质上 有所改变的 两千年前 它是用陶来烧的 看起来真的非常有趣 看到这个排水区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水流的方向是从左向右 还是从右向左 老师好 主持人好 这段排水管的流水方向 应该是从右侧到左侧 为什么 如果要是从左侧到右侧的话 它会有缝隙露出来 非常好 还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是从左向右 每一节突出的地方 都会成为一个读点 那个水里边的脏东西 淤泥都会在那个地方淤积 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堵起来 所以从右向左 每当水流大的时候 它有可能淤积的地方 都会被冲走 这样能保证它的通畅 这个古人真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大家看一下右手边这张照片 就是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在南越国的 这个王宫西南 大概500米的这个距离 发现最渣 这个水杂 它全都是用木头来砌住的 它是由这个杂门 杂墙 杂板 杂石等各部分来组成 它首先呢 大家看一下 它平面 中间是成一个树腰形的 然后这个杂门呢 中间是宽五米 然后它是在这个 木方的上面 都着了这种凹槽 我们发掘的时候 还出土了有 下面有这种凸笋的杂板 它这个杂板 就是一块一块地 拼接起来 可以防止外面 这个受天文的 这个大潮的影响 珠江的海水 江水 倒灌入城的时候 它把上的把这个杂板放下去 防止 倒灌入城 它是一个起到 防洪 排水 防潮的 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利设施 这个看起来规模很大 很大 这也是目前我们考古发现 规模最大 连带最早 保存最好的 全世界的这种 木构的水杂的这个遗址 我们刚才解释了这么多 其实是以排水系统为主的 就是城里的人用水 是怎么解决的 城里面的用水呢 主要还是靠 这个挖井来取地下水的 所以岭南人 当时大量的这种水井的发现 特别是在我们南国公署遗址里面 我们发现了有三口 南越王公时候的水井 大家看一下这口井 这口井就是96年发现的 就在一号宫殿的旁边 这个水井呢 它是先挖一个直径三米这么大 深是十米深的一个井坑 然后呢 再用那种浮扇形的砖 然后一层一层这样 聘接起来 做这个井圈 然后这个井圈和这个井坑之间 它不是还有很多空隙的位置 它都在用那种很纯净的三缸土 把它一层一层地打焊 这是房子旁边的一些浅层的地下水 渗到井里面去 另外一个呢 它的井底的结构更加特殊 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 发现这个井底下 是铺了有五块的大石板 其中中间一块是方形的 四周 还有四块弧形的 然后在这个石板的中间和四周 又着了五个泉沿 渗水孔 水呢就是从下面慢慢渗上来了 最奇特的是 在石板底下 它还铺了一层十几厘米厚的细砂 用来过滤这个地下水 这个水 那次我们今天家里面喝自来水 我们都要拿过滤网 或者过滤器 把它过滤一次的这种纯净水 通过这样的过滤 它这个水质能够达到怎样的标准呢 当时我们一发觉出来 这个水非常清澈 我们有一个考古的师傅 马上就把这个水 蒙起来喝了一口 他说非常甘甜 当时我们就抽取了两瓶水 一瓶送到这个卫生防疫站 一瓶送到这个自来水公司 去化业 结果是符合现代饮用水标准 而且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也就是说 这是两千年前的矿泉水 我们就把它叫为什么呢 长寿水 长寿水 为什么叫长寿水呢 人为南越王瘦过百岁 水质和身体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这么好的水质 而且还是矿泉水 大家看左边这张照片 2004年的时候 我们在南越国公院 驱留石渠的西北册 发现了一口南越国时候的 渗水砖井 里面发现了 一百多枚的南越国的木井 这也是我们广东地区 第一次发现有木井 有字吗 有字 这是一个平常的渗水井 污水井 结果我们在底下 大概三米多深的地方 这个淤土里面 发现有一些 长大概20多厘米的 宽大概是一厘米左右的小木条 我们觉得这个会不会是木井 结果我们就拿了一片上来 通过细细地用这个毛刷 把它刷干净 发现上面真的有 用墨来写的这种文字 这个井口很小 只有大概一米二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提取上来呢 不能把人吊着这个腰 把一个人吊下去这样发掘 那是很困难的 不小心人摔下去了 还把木井给毁坏了 所以后来我们把最底下 有木井的这一节 桃圈 我们把它要整取出来 进入到实验室里面 来进行考古发掘 这批木井呢 它全部都是用山木来做的 我们看一下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从左边数过来 第三枚 胡早一木第九十四 十 九百八十六枚 也就是说当时南越王宫里面 可能种了很多枣树 这个枣树有可能是从 赵头的老家 牵过来种的 赵头非常珍惜 非常爱护 都编了个号 派专人来管理 每一年这个枣 接了多少果子 都要登记再册 少了一枚 都要找你来问责 那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再看 左边数过来第四枚 张成雇公主但舍人 二十六年七月 祖张长死攀余人 这个其实就记载了 南越王的公主 他叫赵旦 是吧 他嘱咐他的自己的家臣 嘱咐什么事情不知道 但是交代这个事情 应该是在二十六年的七月 二十六年应该就是赵头 称南越王的第二十六年 所以他对我们了解 南越国的一些历史 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通过把南越国的 这种木检 和我们北边湖北 岁府地的秦检 大概是秦的 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的 这个汉检 还有一些博书 还有山东银雀山 大概是汉武帝时期的 这种木检 大家对同一个字 比如说广东 写法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没有认不出来的 因为古代中国复原辽阔 大家这种语言 可能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但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之后 然后全国各地 基本上这种文字 都是这种类似这种历书 或者是传书这种书体 从这样的木检里边 也能够看到当时南越国 跟中原文明之间 文化之间相互的交融 虽然可能当时语言 还不是能够特别 完全地听得懂 广东的方言 方语当时说的话 百越说的话 可能跟中原说的不一样 但是文字 书同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南越王 他其实也是 对这种以华夏的这种礼仪 以汉语文字为主体的这种 华夏文化的一种文化的认同 另外一个 赵佗在他这个南越国里面 合集百越 是吧 也是承认以汉民族为主体 各民族融合的 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身份的认同 所以由此我们知道 其实南越国 它是松怀这个华夏的 一心向着华夏 一心向着中原的 谢谢 非常感谢李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讲述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和李老师交流的 来 有请 李老师您好 您刚刚提到这些木检都在井里 那么为什么它们都在井里呢 像南越王宫 它的其他水井 有没有类似的木检呢 谢谢老师 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也是我们都是在想要解答的一个问题 除了我们南越王宫 这一口圣水井发现木检之外 其他的水井 没有木检的发现 这个就跟它这个 除木检这个井的性质是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排污井 是一个圣水井 其他的水井是属于用来吃的 用来喝的 这种生活的这种水井 定期还要进行一个清洗 进行一个掏井 所以它可能底下呢 一般是不会有这种 但是为什么这一口圣水井 却发现有这个木检呢 可能是平常很多些生活的垃圾啊 或者说当时这里面工作的一些人员 他随意地都把这个木检 可能就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 或者是丢到外面去 然后呢突然下来一场雨 那是雨水呢 它就把这些木检 可能就冲到这个井里面去 而且刚好这个淤泥啊 它的土质是非常细地的 下面又有水 等于说把这个木检 就埋在了一个非常细密的 非常密封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去 这些木检才得以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这些木检它可能是随意丢弃的 不是有人故意埋藏的 没错 因为这些木检的文字的内容 很多都是不连贯的 不成系列的 好 谢谢 我们再次感谢李老师 带来的精彩解读 谢谢李老师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您先休息 谢谢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说 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宫殿 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城市的历史 很有趣的一点是 广州城这座城市的历史 居然两千多年来层层叠叠 它的中心位置几乎没有改变过 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好奇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出 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 有请陈宏老师 您好 今天一开始您也讲到了 比如说像长安城 长安城它其实是有变动的 对 那广州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层一层层层叠叠叠 我们先来说一说汉武帝之后 南越王国经历了什么 汉武帝就是灭了南越国 司马迁在南越略传就用了四个字 就纵火烧成 那么烧完了之后 整个岭南地区就是重新又纳入 汉帝国版图 这个统治机构就变成一个郡了 就相当现在一个省了 很可惜的就是 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 这一百多两百年的历史里面 基本上就没有咱们这一篇的违宪记载了 但是考古很幸运咱们有考古 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 有很多的发现 我们发掘出西汉中期 很多片墓地 墓群 这个统藏品非常的丰富 就汉化的程度也很高 所以说虽然在典章文字里面没有记录 但是它一直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每一个朝代都好像很默契一样 就认准了潘芸这个地方 这跟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北边就是白云山 南边就是珠江 那么现在潘芸城就是广州老城区最中心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一个台地 所以它的发展空间往北是白云山 那么它南边就是珠江 这个地理的环境就局限了它 这个城市扩大的发展 所以历朝历代都在这么一小片地方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关建筑 两千多年层层叠压 都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内 南越王宫 南越王墓 它就是南越国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比较集中的体现作 这段历史 秦汉帝国版图 一个历史发展 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除了秦文化 汉文化 那么我们还看到 北方匈奴草原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 还有这个海外的文化因素 这个这样的话就就是这么一种 坚收各种文化 融合起来的这么一种具体的体现 那么也就是为广州 后来两千多年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谢谢 我们再次把李老师请到舞台上 好吧 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讲述 带我们穿越回到了 两千多年前的南越王国 我们更要感谢一代一代的考古工作者 严谨认真的态度 为我们揭示了广州这座 了不起的城市的前世今生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和敬意 送给两位老师 来 起立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全老师 一片木简一条水渠 宏伟的宫殿建筑 如今早已深埋在地下 但是岭南人血液当中的 拼搏奋斗的精神 却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相信广州这座城市 将会在美好的新时代里 继续续写它的传奇 感谢各位收看考古公开课 感谢六位的到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